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因为等一下就要做手术 在这个阶段呢是不能吃任何的东西 然后不能喝水 我现在上面掉的全部都是葡萄糖 还是让我维持一个生理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就轮到我了 现在过去做手术 那还可以吗 腿伸出来的 腿伸出来的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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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指的绝对更快快 这个是一个内化的一个手术 老皮会有一些着痛的感觉 医生说的都很顺利 进去的时候好像是一点半 然后现在是五点这样子 其实手术整个过程是很快医生说 其实在前半段会有一个打针啊 各方面的一些东西而已 平时的话进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要手术整成了 现在是精灯康复吧 医生说我这个肚子上面打了三个洞 一个洞大概是在0.5cm 一个是在1.2cm 然后那个1.2cm 那个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是1.1.5cm 那个是直接取掉里面的那个蛋 哎呀,正在动力全没有用 大家一定要保护身体 祝大家身体健康 再见 后面会有更多的康复的一些美食和大家去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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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